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网络安全问题令一些专家和国会议员们感到担心 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 最近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活动上指出 美国所有50周都感受到了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进程的后果 那么现在俄罗斯或者任何其他国家 如果干预选举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在美国国内造成分裂 显然如果他们代表特定的候选人进行干涉 将会影响到选举结果 范霍伦和参加讨论的专家指出 俄罗斯等以网络攻击文明的国家正在不断完善他们的技术 2015年12月首次发生在乌克兰的黑客停电 俄罗斯当时在进行网络战 部分是为了进行实验 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网络战技术测试的实验室 很显然乌克兰的遭遇迟早会蔓延开来 并波及到世界其他地方 而这正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国防大学的亚利克斯·克劳瑟说 俄罗斯在网络领域活跃了十多年 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分别在2007年和2008年遭到袭击 美国现在是一个目标 克劳瑟说 俄罗斯正在努力将其网络干预行动隐藏起来 他们在所谓的灰色地带运作 低于战争的门槛 连线杂志的安迪·格林伯格认为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国际社会团结起来 制定禁止网络干预的国际标准 我们需要努力相互约束 我们需要把自己视作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 并达到全球社会的某些标准 而不针对平民进行网络攻击 我们需要努力争取最终达成一种网络战争的日内瓦公约 大西洋理事会的乔西·科曼所说的 在可能的情况下 比如对军事目标的攻击 为网络战设定禁飞区 但如果你对一家医院进行网络攻击 那就是战争罪 必须要上海牙国际法庭 亚历克斯·克劳瑟说 对网络安全的培训也是关键 90%的成功网络攻击 都是从网络钓鱼攻击开始 想象一下一个国家 人们看到假新闻就会说 看这是假新闻 芬兰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负责任的使用信息和信息技术 真的很重要 但问题并没有消失 过去15年来 私营和公共部门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支出 增长了35%以上 而且预计还会继续上升 美国之音记者亚内夫斯基 华盛顿报道